剧中的盛阳梦想自己的设计能登上最高最大的广告牌 你也有过这样的梦想吗 肯定有 我觉得这是一种对自己工作的肯定 也是对自己价值的肯定吧 为了贴近这个角色 你有特定做了哪些功课 当然有啊 就是前期唯独跟导演 然后跟主创演员们一起 因为我想的是说这个 《肖安伴我》这个剧 它对于我来说的难点是 它很生活 它是一部生活流的都市剧 我要怎么去演 才能让大家觉得我没有在演 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是可能最难的一点吧 听说你饰演每个角色之前 都会为角色做一个小传去理解他 盛阳也有嘛 其实就是把盛阳他的一个家庭环境 然后自己想清楚比清楚 他的成长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子的 他在职场里面的经历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然后以及他每天干的一些工作量是什么 自己理一遍 然后你在演的时候就会清楚很多 你自己做设计师的时候 也遇到组长那样的同事吗 肯定有啊 因为剧本里面有了嘛 所以就是 我跟导演还讨论过这个点 我记得 就是盛阳在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他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是觉得他已经习惯了 嗯 但是他又不安于现状 所以我觉得在演的时候 我会浅显地演出一些跟组长的对抗感 对 但是又不是我要冲撞你 已经积压到一个没有办法再继续忍耐的一个地步了 对 所以他就爆发了 又觉得没有办法 因为就要生活嘛 如果你干了很冲动的事 可能一时爽 爽完之后呢 就会后悔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家境是什么样子 他也知道自己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剧中的多年前 简兵就是盛阳心中的光 你平时心情低落时 有什么是你心中的光 你是说肖战本人吗 肯定会有啊 肯定会有 其实没有说周围的朋友 没有说 特别像电视剧一样 来 今儿我跟你说一段鸡汤 其实可能就是短短的一句问候 最近还好吗 看你最近不错啊 还好吗 就是很简短的这样的一个问候 就会让我觉得很短心 你希望借由盛阳这个角色 传递给观众怎样的能量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盛阳身上看到自己 就是你们在生活里面 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职场里面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希望你们像盛阳一样 不要放弃 不要轻易地放弃 以及要学会 用方法去战胜困难 去面对困难 而不是一一孤行的横冲直撞吧 有没有职场小贴士 可以给到网友们 那比如说我在职场里面遇到上级 对我就是欺压的话 我可能不会选择像盛阳这样 一味地容忍 以及就是积压到最后爆发 可能我会通过一些点 然后我会去跟领导去表达 就是我会让你知道我在意这个事情 对但是我不会直接地冲撞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有方法解决的 不要放任他不管 然后一起到最后积压爆炸 我会让你来到最后积压爆炸